我是來自藍營公司電子電器事業部下屬的研發部門的情緒 今天給大家介紹的是我們公司剛才我們許經理介紹的 經理會具有的一種標準 認證標準 我們叫做綠色產品標識 我們一般稱為Greymark 在這部分應該大多數來自我們中國著名的家電廠 可能因為這些綠色的標準 還是美國、歐洲這種化學能效、化學方面 還有一些電子電器費用的回收 可能這方面的要求也有您的了解 直到現在這種綠色技術比例 不過越來越多,美國或歐洲這方面的趨勢可能有一定的 但是說實話,歐洲、美國政府對這方面的要求也會越來越多 有各種越來越多 關於能效的有的要求 DRP、Renistar等 關於化學的、肉絲、銳氣、各種各樣的要求 關於電子的廢氣或是回收 然後其他各種各樣的 我們藍營推了一種這些 所謂的綠色技術比例的要求 推出了一個整合性的標示 叫綠色標示 我們稱為Greymark 下面這部分給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一個公共的介紹 我們藍營在世界上 所有人在世界上 基本上都有 大陸地點 大概近五百個地方 有一百多間大多個公共的公司 大家是我們公司老婆 都對這個TVT可能比較熟悉 我就不再輕易展開了 這是我們藍營公司 在大中華地區的發展趨勢 最早在台灣 1986年 然後接著香港 上海 廣州 深圳 然後其他一些地方的 班數 大家可能是我們廣州 廣州 廣州是在1990年成立的 今天剛好是我們來 公司成立 140多人 1872年成立 2012年剛好140多人 這是我們在中國 和大中華地區的 主要的公公司和辦事組織 在南方的話 它有網路送信任和香港 今天講的規劃是我們公司 綠色解決方案其中的一點 因為這個綠色解決方案 涉及到環保經濟和社會責任 我們都是為了給大家提供這種 一致性的關於綠色方面的解決方案 這個可以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 我們這個大概分了八組 從綠色的生活到建築 從綠色的產品到營養 到交通到資訊 到體系 到材料的循環 所以說涉及到這種綠色產品 綠色概念的 各種各樣的要求和行為 我們公司都有相應的部門 或者是專家 對這方面有深入的研究 所以提供相應的服務 我們今天講的 葛琳瑪克綠色產品標示 現在分類在綠色產品中 就是那個建築燈的標示 最主要 這是我們公司 綠色解決方案的範圍 就是剛才一段規劃的詳細的解決 關於營養方面 現在這個太陽暖和風能 在綠色產品方面 就是營效 碳出器 化學 然後融體工學 包裝電池 汽車營效 也包含在這個營效裡 然後就是綠色循環 主要是這個 主要是這個 塑料材料的循環在運 和這個廢棄電子產品的回收之類 綠色生活主要是指食品 化學網民 接下來還有綠色體系 指食品交通建築 環保 現在開收 一萬次系列 適合 可再生材料驗證 新界發展機制 7.2 探測器 綠色資訊 綠色資訊 就是關於這些 可持續發展 綠色要求方面 我們 我們培訓和諮詢務 專門提供 培訓和諮詢務 然後綠色交通 主要是汽車 充電站 噪音 改善消耗組織 最後的綠色建築 比較熱的地 和電器能靠這邊生活 我們今天講的 綠色 就是在綠色產品上 它主要包含了 微笑化學 和成效化學 加上探測器 和電子材料 這回事 我們在綠色 當下 我們在綠色的綠色 也介紹到了 綠色產品 標示 綠色產品 的設計 上面 左邊是我們的logo 右邊 就是 英文單詞 Certified的領域 多大 這個是在2012年 1月份 推出 其實在3月份 正式推出 現在的行為 有聯想 RCE和三星 已經 有時已經20個行為 才申請這個文化 主要是顯示器 最主要的EP 是顯示器 大家如果在我們網站 查過證書有效性的話 應該 對這個我們公司的TV 都是看網站 查證書有效性的網站 有效性的網站 我們現在的 標示 左邊下面有算ID號碼 按這個號碼的話 就直接查了這個 文化 但相關的程序 其他像GS 之類的 也可以按這個號碼查 就在網站 主頁的 這個右邊 這一條 這就是我們 有螢幕針對的產品範圍 其實比較廣 這裡面就是列出的一些地址 主要的就是消費產品 計算機 加電 像一些通訊媒體 手機 都有器 小樂意 像我們爸的 就是 機櫃電源 像太陽光板 和小道電池 有些路線 也可以 升級可樂 這是它主要包含的一些要求的方面 而機櫃就是文化 因為這個文化 是綠色的第一個要求 然後RICH 是化學化 碳塑劑 雖然碳塑劑到目前為止 世界各國也沒有做強制要求 由於法國去年提出 在2012年 強制要求去法國的產品 要求碳塑劑計計算 但是今年好像也沒聽說 2012年去強制 又推遲了 再次是綠色包裝 材料的回收變震 某些產品會設計到造影 某些家電 或者是機關機產品 會設計到造影 各式也是設計 化學化學 PH也是化學 最後這個 綠色袋子是指產品 通明書的設計 第一個就是能效設計 下面舉了一個例子 是顯示器的能效要求 顯示器包括待機、關機 或顯示器有特別的睡眠團 其他家電產品 應該也會有待機、關機 能要求 或者是某些特殊產品 像微波爐 這種可能會對 加入產品的能耗頁要求 顯示器能耗的測試要求 另外一個就是根據 NND-STAR 最新的顯示器 為依法的要求 來測試 第二個講的是 WGV X3R的計算 是電子電器、廢氣、電磁電器 產品的回收組 這個指令其實在歐洲已經很早就全了 它主要是要求 這些產品的 你用裡面 產品裡面 用到的這些 塑料材料 精度材料 在歐洲 被客戶一共慢慢檢驗 以後 人掉以後 它的可回收心 然後對歐洲的 每個國家自己的回收體系 也一定要求 像顯示器材 它的回收率 塑料的回收率 要求達到80% 再利用 再做完 要求5% 但是對其他 某些家電 每個家電要求 都沒有放到 或者是 與視頻接觸的 成本產品 都是嫌疑的 比如 油外工資 和 肉質位置 PH 然後PKW 如果大家現在知道 特別是美國說 經常說 有個產品 從頭到美國 發現 油外工資 馬上還退後 找回來的 勾退 很多這種情況 顯示器 也是顯示器的例 測試的 有對話工資 其實包括它 物質裡面 所有的 包括隔路數 內器 PH 其中還有一些 氣味測試 包裝測試 和 廣發量測試 這是主要 針對顯示器的 其他的一些 比如 家電 集團機產品 這些 化學要求 無盡一樣 它的 含量 無盡無盡一樣 但是主要的 都是 就是 掌握了美國和歐洲的 主要對這些 油外工資的 動作 對 雕善之類的 還有 假設單調情 然後是 探索劑的計算 昨天大概介紹了一下 探索劑 現在 這些歐美國家 拿到 韓國的 探索劑的標準 探索劑 都是算出來的 產品 在生產過程中 或者包含了 使用過程中 會有消耗過程 外負擔 這個 探索劑的要求 也包含在我們 GREMART 因為現在做探索劑 計算的不太多 所以我們 這個提供了兩種解釋法 一是做GREMART的話 沒有探索劑 我們可以幫你做探索劑的計算 我們可以幫你做探索劑的計算 如果聯繫經 在別的期間 或者是自己 做過探索劑的計算 我們可以做探索劑的編程 我們可以做探索劑的編程 等一下我們 我同事也會講到探索劑的編程 探索劑的編程 探索劑其實現在做得比較誠實 是台灣 台灣政府的規定 有些產品必須去做探索劑 在台灣內 他必須要求某一家 你在某一家第三方計庫 去做探索劑的計算 然後另外一家來驗證 就是重複驗算一下 這個探索劑的對付 然后台湾对这些探柱机的流程和要求方面已经重与了一样 它有一个像方法这样的一个预设标策 探柱机的计算 前期为例它的要求 也是拆收1400一些 14014级强固品生命周期的评论 然后1406467 是对具体产品的计算 探柱机的范围就绑绑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算上 只要有人业活动 基本上都可以调不上 然后对整机厂家来说 如果你不见供应商 如果将来某一天 或者欧洲美国要求整机 必须算探柱机 如果你的供应商 你不见了这个线和塑料的 它自己算过了探柱机 它是探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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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机在计算探柱机 都比较方便 可以直接利用它的数据 下一个就是再生材料的验证 现在什么产品 我这个机器里面 用了多少再生的数量 主要是数量 但是这个没有人验证 这个是一些台价用 这个 中心用了多少 再生的数量 整个产品 也会获得出 也不一定会披露 但是最近我们这个 这个MARK的时候 我们之后提供这个 材料的验证 所以具体去工厂验证 这个 中心用了多少和再生的数量 因为在某些企业的这个 和实际发展的这种报告里 我提到自己用了 百分之五十分 百分之五十分 可以占颇 而显示器产品 现在我们的要求是 数量部分 占颇台 还蛮50 可能加点产品 就不代表 最后是 我们公司的合理码 对实际上 现在其他的一些 绿色标识 等要求的比较 这是台式线文体系 作为例子来对比的 麻烦呢 其他要求 第一条是安全 大家知道 我们发标志 安全是基础 所以 第一条是安全 不需要 其实EMC也不需要 当然这个可以提供以前测试 我的检验 或者执行币 报导 我们也可以接受 第二条是 社会责任 第三条是 材料 是能化油效 就是从 SX电脑来说 它有 建认 没有电源的 我们可以想 这几个文效 可能是外部的 国家要求 然后就是 它的 电源环境要求 这几个文效要求 ULL的这个标志 和刚才我们 徐心理讲的 EPNT的标志 也都包含 EPNT写之就是 主要是中對IT 產品 產機顯示器 有一個多大要求 但是是被強制的 第四項是探測器 最項就是我們維碼盒不用的 可以做探測器的計算 也可以做探測器的驗證 然後下面就是個回收設計 主要包括了 大陸區一 和維修材料的驗證 然後某些 維修的設計和節奏 或是材料的選擇 有些再生材料必須標示清楚 某些收藥品上面會有 一到幾的號碼 或者造音測試 造音測試對台式機 對電腦還是適用 但是對於木製產品也很適合 有個不一樣 來探測目視的要求 就有比較多銳鞋 配搭熱器 然後包裝材料 總盤量 總盤量 在電腦裡面主要是 對光功力裡面 最後一個是產品的壽命方面的 一些標準 第二個是 木製帶 主要是說明書上面 針對這產品的預測設計 和一些功能方面的表現 也要是清楚 對客戶的平常使用 也沒有幫助 最後一條顯示不太清楚 就是它的維修性 可以告訴客戶這個產品 如果出了一定木製 去什麼來維修 或者找出來維修 這裡是舉了微波爐的例子 微波爐這裡就顯得對比比較強烈了 從張馬西亞和文革馬克爾 基本大家就全部畫好 然後第二列 這個是我們中國的捷運標準 捷標準 大家與中國的口感 對這個原因 現在看見 挪威歐路上都找一個捷標準 第三列這個是 德國的藍天池標準 它有畫上面的標準 但是主要是有畫我們嗎 有畫的 第四列 第四列這個是台灣的流行 跟剛才講的 和剛才的也是類似的 第一項也是安全的要求 公平山動物的標準 然後一些輻射洩漏 電廠要求 還有DMC的要求 收入整容報 微波爐的能報 它是一個特殊一點 它有一個加熱效率的要求 它有一個加熱效率的要求 下面的碳測器 噪音 化學 這個 和剛才講的 雞蛋金是一樣的 這下面一點點 不太量 它就也包含了一條性 就是加熱均勻性的 加熱 微波爐的 加熱均勻性的 要求 當然 這個只是對 微波爐的一個特殊要求 對其他的 也會包含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心路的要求 因為 實際上 微波爐的 加熱方面的性能太差了 我們也不能 判發這種 綠色標示 這是我們這個 綠色標示的物件 第一 第一 就是 產品做衛生必須安全 然後 再組合其他的 和市區發展 和環保的要求 第二 是 幫助消費者 在市面上試騙 既是安全的 也是綠色的 這是我們 產品 因為它們這些紋紙 還沒有其他的 很少有其他的標誌 除了這個產品 其他產品 其他產品 像是化學 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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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市面上的報告 牌 第三 最後 到處留下的時候 幫助大家寫幾遍的 給他報告的時候 有一定的出場 當然是可以 是大家從這個身邊上 無數話才會做 歡迎而出